Hello 大家好 又回到明亞方秀 今次就是更新的日子 30號 又有一個叫騎兵與獵人的活動 加上還有一個是時裝的購買 大家記得去購買 我給大家看 時裝商店 這裡也有一些新的時裝 如果有錢的話 有石的話 你也可以買的 芙蓉就免費 還有阿芬也有 因為芬是一開始的 芙蓉就今天更新 馬上買了 另外這些就未必會賣 因為我很少用 所以其實賣也沒什麼意思 然後我們就看看 我們進入這個劇兵的地方 簡單講一下這個 其實我已經打光了 基本上按進行動地圖 你會看到有些關卡 按右手邊也有些關卡 其實我自己覺得難度也不算太難 不過需要留意的就是 需要有一定的練度 還有要過法 可能有不同的兵種要用到 沒錯 那我們試試打一場 打一場我比較難打的 那一場給大家看 硬打 我有一場硬打的 好像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 不是這裡 不是 算了 我們要開這場給大家看 這場 這個 那這次不是這個 攻略教學 所以你會看到那些等級的升數是比較高的 你會看到 正常來說一定會過得到 這裡 基本上這一關要留意的就是 最中間最下的那個電鋸佬 那個電鋸佬是非常之高防 非常之高發抗的 而且還是超多血的 但是呢 因為我眼破的關係 所以基本上都不是太難打 因為 正常 因為我始終兩隻精英的話 好 你看到我已經出了一隻銀灰出來 六星五星銀灰都出來了 好 嗯 那還有 其實這一關都不是說很需要用到回血 因為除了那個電鋸佬之外 其他那些都是沒有什麼輸出的 真的沒有什麼輸出的 所以就不需要太理會他 那個血量是如何 那你看到呢 你問我如果電鋸佬打人的話 你用不需要回血呢 其實都不是說怎麼用的 因為他打一下差不多就死了 或者一下就死了 對了 那等那個電鋸佬動的時候就是 決戰之時了 好了 那你看到銀灰開了招最強的技能 也是他招牌的技能 你看那個盾牌 已經一咬沒了一大半血了 那之後再加上我六星的安傑莉娜 那再輸出呢 其實基本上就硬破了 這裡 對了 嗯 好 到時候我再看看 出不出過三星的攻略 因為三星都比較難打 這裡 我想 如果真的要用三星過的話 不過都不是說沒有機會的 要逐一逐一試 嗯 因為我看到盾牌呢 他兩下已經死了 有機會可以試一下 用雙或者三寶師去不斷回那個盾牌 都不是說沒有機會的 但是都需要一些 時間去鑽研一下那個隊伍如何配置了 沒錯 那基本上你過關之後呢 都要繼續打這個關卡 因為他要儲金幣 那金幣呢 可以換取一些物品 或者一些 嗯 今次這個活動呢 會有一隻人物會送給你的 那那個也有得進行 潛能覺醒 對 那就給大家看看 好 是不是輕鬆搞定 看看有沒有機會掉那顆東西呢 還有我自己覺得呢 這個活動的 跌落率都挺高的 例如你想要這顆 藍色這顆東西 是打這一關一定要 這個比較容易掉 我真的覺得 因為我起碼呢 我這一隻呢 打這顆藍色材料 你起碼打了 八顆出來 八顆左右 都非常之多 另外就 剛才的活動下跌的就是 這隻叫做 先看看 格拉里 格拉里呢 就是一隻前鋒來的 前鋒來的 那他的特性呢 跟 跟三星那隻差不多 那都是一般前鋒 那擊殺敵人的時候 就會獲得一點的部署費用 那如果你全部潛能的話 那他會減三個部署費用 那他現在呢 就十二 那再精英化 就加二 那就當他十四 十四減三 都是十一 那我所以覺得 如果你是全潛能的話 這隻也挺好用的 因為他潛能 精英化了之後 有個天賦呢 就是說 先鋒獲得10%的物理閃避 這個我覺得挺有用的 因為 變相 如果你是雙先鋒擺頭 然後 可以呢 有機會 skip了放盾牌的部分 就不用放盾牌 直接放先鋒也可以的 對了 那我們 飛回去 先鋒 但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 要不斷拿 要打很多次 你看到第一次 二千四 三千 三千 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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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差不多要用兩萬 我估計 因為我沒有計過 大約兩萬內 或者是萬八左右 你就可以換齊 一套信物 然後全潛能 對 我自己有機會 會不會換完 因為下面的東西 我自己 不算太有特別 可能 進化材料那些要換 這些 超難跌的 那些 超難跌的 這些最合計的 一定要換 這張券也是要換 這張券是間接抽的 所以必須要換 藍色那些 也有機會換 黃色那些 就未必了 看看會不會換完 如果換完的話 就可以換了 我想活動 都是不斷打的 因為其他主線那些 又爆了 然後我又沒有東西升 我可不可以打活動 沒有東西打 還有他有新的角色 不過我還未抽到 或者是招募到 有新的角色 就是這個斯卡提 還有其他三星角色 因為我沒有石 應該是說我抽完也不見有 你看到我抽了五次 但一隻新也沒有 或者五星也沒有 所以你看到他還有一個優惠 僅限一次的 新尋房優惠 沒錯啦 那我們這次來到這裡 我們下次有機會 再拍這個活動的三星攻略 就是這樣 拜拜